各家银行他们的公告 全国人6月刷了 你知道多少钱吗 5640亿 年增6.6% 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 这意味着恐怕不少观众朋友 上半年应该过的是比较轻松的 因为比较多的花费 你知道花在哪里 消费旅游 还有比较现实的缴税问题 说上半年 大家加加起来 刷了约2.3 3 4兆元 年增12% 那专家分析主要 当然就跟这些费用有关 甚至说除了6月现在创新高之外 到了年底 大家的刷卡金额 可能会再突破历史新高 为什么 因为像暑假就是在下半年 还有12月那时候不是有耶旦节吗 都是非常强的消费旺季 商店内人潮满满满 人手还不止一袋战利品 战斗力十足 也反映在刷卡额上 国内外旅游逛街吃饭 大家刷刷刷 根据各家银行公告 国人6月月刷了 5640亿元 比去年同期年增6.6% 上半年则月刷 2.34兆元 年增12% 都创始上同期新高记录 主要是5月份的综合所得税 它是在6月份同意勤款 再来就是暑假的出国嘛 你通常大概会提前一两个月去刷 行动致富 绑定信用卡很方便 以排名来看 周信银6月和上半年刷卡额都夺下冠军 玉山营6月挤掉 国泰世华与北复营登上亚军 但国泰世华以上半年战机 扳回一城 迎过玉山营 而金管会统计 去年国人刷卡额 4兆1860亿元 但今年上半年 就刷了2.34兆元 已达去年的56% 预估今年全年有机会 冲破4.2兆元刷新记录 刷卡商机越来越大 市场也出现新趋势 现在很多银行都喜欢 把它的新金回汇卡 转换成点数回馈的模式 它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支出成本 现金回馈国内的顶标 大概是国内2%海外3% 但是点数回馈可以来到3.8%以上 你还是必须要去做折抵 换礼券刷卡金 会比人家比较麻烦 专家提醒各家银行信用卡优惠 户有增减涵盖福利也会调整 消费者可多比较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华日新闻曹生谢郡仲 台北采访报道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